如今乳癌有年轻化的趋势 不及时预防以及治疗 将可能酿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不知不觉春天已经到来 伴随而来的也有困扰着很多人的花粉症 究竟乳癌应该如何预防以及及时治疗 花粉症又该如何治疗 在本期天下纵横谈里 来自家福医学中心的陈昌平医生 将为大家做详细解答 敬请关注天下卫视国语台本周六晚八点 以及无线台周六晚上九点播出的天下纵横谈